前不久,中国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解剖工作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顺利结束 此外,首份新冠肺炎患者病理微创尸检报告也于近日在柳叶刀呼吸医学杂志上发布 这些研究对新冠肺炎的防治有什么帮助? 2月19日,中心社记者就此问题电话采访了免疫学家李斌 李斌表示,从公开发表的病理微创尸检报告上来看 新冠肺炎造成的肺部病理损伤与SARS及MERS冠状病毒感染患者非常相像 此外,除了肺部,肝部也发现病变 但尚不清楚是由于病毒感染还是药物损伤造成 这都需要通过解剖研究来证实 病毒的射体是ACE2 ACE2这个蛋白是将冲了在下呼吸道上皮细胞表达以外 还有很多人体的其他细胞,比如说肠道的上皮细胞 还有一些肾的上皮细胞 所以这就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就是说这些病毒可能除了在呼吸道复制扩增以外 还有可能在其他部位的上皮细胞也会扩增 所以这个肝部的病理解剖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病毒可能在其他器官扩增 但李斌指出目前呼吸道传播还是主要途径 实检研究中发现其他部位病变 并不能证明病毒有新的传播途径 目前确定的肯定就是呼吸道近距离的传播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途径 现在有些猜测 但还是没有非常可靠的证据 但是如果个人来说他一旦进入体内 他可以在体内循环 此外在治疗中如何抑制危重症患者发生严正因子风暴 是目前公众关注的焦点 严正因子风暴在学术上称作细胞因子风暴 是由感染药物或某些疾病引起的免疫系统过度激活 可迅速引起单器官或多器官功能衰竭 威胁患者性命 李斌说希望通过近期完成的新冠肺炎遗体解剖 能了解更多严正因子风暴发生的情况 进而采取相应临床治疗手段 来避免患者发生严正因子风暴 解剖血是结合免疫组化 结合这些病人分析 能比我们的一些其他 如果我们或者是说证据 如果我们有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 实际上是为后面的治疗服务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